跟大家分享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是關於美國的州份 美國的正義地圖上分為紅和藍 紅色州代表共和黨州 藍色州就是民主黨州 現在這篇報告說 紅色州的謀殺情況比藍色州大很多 但大家在新聞上所見到的資料剛好相反 它沒有任何解釋 只是給大家看數字 所以我和大家一起看數字 這個已經在2022年3月15日發佈了 到現在我才發現了這篇文章 這個地圖顯示了 美國哪些州份是被共和黨控制住 或者是當上一次選舉時 是投票給特朗普的 看看內文 他說現在美國的謀殺數字 經人地上升 在2020年的謀殺率 紅州比藍州高了40% 在2020年最高謀殺率的州份 有8個州是共和黨候選人的州 我們看看內文的數字 他說在2020年 美國的謀殺比起2019年多了30% 而2021年 去年資料還未有 但看樣子 比前一年更加多了 換句話說 這兩年疫情 美國那邊的謀殺數字 是上升得很厲害的 有些民主黨的州 例如芝加哥、波特摩、菲利德爾菲 看到持續上升的謀殺案例 包括洛杉磯、紐約、Minneapolis等等 但如果我們分為紅藍 我們會看到 例如傑森ville 一個共和黨市長的城市 他的謀殺率 比起三萬人市 一個民主黨的市長 多了128個 雖然他們有大約相同的人口 如果我們再計算謀殺率 計算每10萬人之中 有多少件謀殺案的話 眾議院的議長 Lancy Pelosi 三藩市 同樣在眾議院的共和黨領袖 Calvin McCarthy Bakersville 是少很多的 我們可以看看數字 這個研究 拿了2019年2020年 美國50州 謀殺數字 如果那些州沒有 給予出來的話 他就會在那些州的 本地報紙裡找 所以就可以拿到 這個數字 沒有數字 不能說 所以他要說數字 而他說的 Per Capital Murder Rate 人均謀殺率 指是100千人 即是10萬人 10萬人做單位 所以看到數字 不用問了 數字後面是指 在10萬人之中 有多少個謀殺案出現 他說了一個結論 平均來說 在25州 投票給特朗普 那些 的謀殺率 比其他州 高40% 說說沒用 看看數字 數字 這裡 他把收份也分了顏色 紅色是共和黨的州 藍色是民主黨的州 這是最多謀殺的10個州 他有50個州 列了最謀殺比率最高 Mississippi最高 在10萬人之中有20.5% Luzanna有15.79% Kantaki是14.32% 阿拉巴馬是14.2% Missouri是14% South Carolina是10.72% 然後有兩個 南州 就是New Mexico 和Georgia 10.7% 和10.5% 然後 Ukerson是10.29% Tennessee是9.9% 這就是10個最大謀殺 比率最高的州 但是我們發現 在紅州裏面產生的謀殺案 基本上不想報紙 只是藍的州 想報紙 換句話說 說出美國媒體的偏見 這裏 回一轉頭看到這裏 全國平均 10萬人之中是6.5% 全國平均6.5% 所以拿著6.5% 一比較之下 我們看到 這頭的10個州 當然的謀殺率是高的 但是如果是計 Mississippi那裏 20.5% 比起6.5% 高到3倍多的 就算這裏最少 頭10個州最少是9.9% 然後比起6.5% 高了8.50% 然後再比較一下 大個城市 紐約 紐約是4.11% 加利福利亞5.59% 紐約3.7% 這幾個雖然經常上新聞 都是在全國來說 比全國的比例是小的 而五個州有最高謀殺率 全部都是支持特朗普 而那個謀殺率 比起紐約高了240% 和150% 比起加利福利亞州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除了他們的媒體 抹黑中國 對自己國內 都是這樣 這裏我看到 這裏是這10個 最大 死謀殺率的 州份 我們看到美國的東南部聚在一起 在美國的 東南部 但是 Florida不在 最南的州不在 2020年的謀殺率 在 選特朗普那些地方 是高於選 拜登的40% 這裏有一堆數字 不和大家慢慢分 大家有興趣可以 跳過去看 這裏列了出來 兩邊 大家都是最多的 然後比較 特朗普那邊最多的 就是20.5% 而拜登那邊最多是10.7% 拿頭10個州來比較 當然 每個州每個都有些 當他拿回平均的話 紅州那裏 8.2% 藍州5.7% 增加速度來說 紅州增加速度很快 這就是兩年之間的比較 紅州 可以看到 10個之中有 6個紅州 有4個是藍的 增速最多的2個紅州 最多的2個都是紅州 治安退化得厲害的 亦都在特朗普選區裏 這裏跟大家分享了美國 一些資料 資料性 沒有評語 亦都沒有解釋 不知為何 紅州的謀殺率 比藍州高 兩邊都會 說 港禁槍 但很明顯 共和黨員更加支持 人民可以擁有槍械 但民主黨那邊比較 集中一點 要做多些背景調查等等 但這個足不足以解釋 這麼大的分歧 我們都不知道 有沒有其他原因 解釋到紅州和藍州的謀殺率 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只是 向大家顯示了資料出來